其實這個部分在上個禮拜有一小小的部分其實有講過 那我會再稍微再深入去講 然後到後面這每個分類群的時候 會再更深入的去講解它裡面的部分 那既然這門各教植物型態學 重點就是在於各個生物各個分類群 各個階段的外部的型態 那為什麼要有實驗室的觀察主要也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這裡頭的藻類尤其是藻類的部分 雖然你們可能知道的說看到的都是大型的藻類 但是有很多是屬於小型的藻類 尤其藻類很多其實是分裂在完全不同的分類群裡頭 那分類群其實也是平靡細緒的關係 這我們在上次有講到 那所以以這個氫圓樹狀圖來看的話 我們在講的藻類好像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病系群或稱之為多系群的 這兩種類型 怎麼說呢 我們在講的裸藻類 其實在最上面 我們所謂的裸藻 裸藻其實最靜圓的跟它分類群最相近的 其實是黏菌這是一個好玩的部分 但是它有葉綠體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但是它一樣可以運動 所以它常常被列在兩者中間 就是動植物中間原因在這裡 那因為它有葉綠體可以進行光合作用 那下面的話包括了 這個窩邊毛藻 紅藻、細藻、荷藻 還有這個綠藻 所以你看它都是什麼呢 分散開來的分類群 所以在整個演化歷史上 其實它們一開始就是切分出來的 一開始就是切分出來的 所以在這裡看到 窩邊毛藻、紅藻 其實是很獨立的分支 然後呢 細藻、荷藻其實反而跟 什麼呢 原來被列在珍菌 現在煉在原生生物的 Oh my cota卵菌比較近 所以它是屬於 Poliphiletics 或者是Polyphiletics的現象 好 那藻類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是 整個文類文明發展歷史裡頭 最早被使用的一個字之一 那在這裡頭 其實它現在的知識 很清楚的跟你講 它是一個 把所有完全不同來源 不同基因關係的物種 放在一起的範疹 那如果大家去講 它被認為是原始的植物 雖然現在在現在的分類系統 有些被放到原核 有些被放到原生 有些被放在某些的階層 但是在整個葉綠樹的發展過程裡頭 它是被認為屬於原始植物的一個來源 那整個藻類呢 其實你去看的話呢 它其實沒有跟只有附索器 跟請記得知道陸地植物之後 微管樹植物的特徵 這個部分只有附索器而已 也沒有任何運輸的功能 只是把它自己固定在某個地方 而且不是所有的分類群都有 那內部傳遞系統 其實是沒有的 就是它沒有微管過那些系統 但它當然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比如說包間連絲 或一些相關的構造呢 看起來有一些內部運輸傳遞 但是不是我們在陸地植物所講的 微管樹這個系統 好那一般來講 它的無性繁殖 是種包子 sport這個部分 就它會產生單細胞的這種包子 送出去之後呢 它可能具有運動的能力 或者它不具有運動的能力 那有運動能力的就稱為 有動包子 沒有運動能力的就稱為靜包子 怎麼會不會講到 這個也牽責到兩個完全不同的 大的分類群 生殖方式 事實上每個分類群都有很大的差別 有些 直走 無性繁殖 有些有有性生殖跟無性生殖 而且大小呢 差異很大 因為它是一個很通稱的一群生物 所以呢 它可能會是非常小的微小浮游生物 小於兩個micrometer 也可能是非常大型的海藻 可以大於70公尺 那 色素的部分呢 它比較麻煩的部分是 葉綠素的部分 葉綠素A是所有光合作用生物都有的 葉綠素A 但是葉綠素B 只有綠藻 跟陸地植物有 其他的至少都是用葉綠素C 或其他的所謂的藻膽色素 光合作用色素 紅色的藍色的 或棕色的光合作用色素 所以這裡頭大致上就可以去區分了 全部當然大家都有A 綠藻跟什麼呢 陸地植物有葉綠素B 所以通常會把綠藻跟陸地植物呢 連的比較近 主要也是這樣一個原因 好 那 大部分 絕大部分都是光置引性的 絕大部分它都是自己抓取光線 進行 什麼呢 碳固定 然後呢 去產生碳水化合物 所以它的 反應物基本上就是二氧化碳 然後呢 利用光能 然後和水 去產生碳水化合物 然後釋放出氧氣 所以呢 這個部分所製造出來的碳水化合物 其實就是把光能轉化儲存成化學能 然後製造出氧氣跟製造出碳水化合物 那被認為氧氣它是什麼呢 副產品 因為它本身自己 需要 當然還是需要進行呼吸作用混 但它不是全部 都拿來做呼吸作用 所以它所產生 光能作用所產生的 副產品 一部分會釋放出去 那最基礎的儲存的部分 是化合物 當然不同的生物會有不同 比如說細藻類它會大量的去形成 油滴 Lipid 譬如說今天藍綠細菌的異細胞 會大量的產生固氮作用 產生氨氣酸 產生碳水化合物 再下一步去形成氨氣酸 所以需要的營養物質呢 跟陸地植物其實都滿想 因為它二氧化碳是從外界抓去 其他的氮氮還有其他的礦物質呢 還是必須從外界獲得 那剛剛有講到了 在生態上面藻類的重要性 因為它有這個氧氣的副產品 經由光合作用 所以等於呢 把這個氧氣釋放出去之後 其他的異營生物 比如說真菌動物 除了氧氣之外呢 生物量也會是藻類很重要提供動物 跟提供真菌所需求的 那製造出來的生物量呢 這個部分當然在整個地質環境以後 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甚至被認為現在的石油 有大部分都是由這裡來貢獻 所以自營生物來講呢 整個所扮演的角色 包括了食物 煉食物 它在整個水生環境裡頭呢 就等於是它最重要的一個 什麼呢 生物量的來源 好 那藻類跟真正的陸地植物 又差別在哪裡呢 相同的地方 跟不同的地方 當然最簡單就是什麼呢 藻類 光置銀性 陸地植物 基本上也是光置銀性 光合作用的步證 其實都相似的 這兩個倒是沒有問題 陸地植物 藻類 都是光置銀性 陸地植物 藻類 都有相近的光合作用 但是呢 在整個演化背景 我們之前已經講過了 其實整個藻類就是一團亂 所以它的演化背景是不同的 每一個分類群其實都有差異 跟陸地植物最相近的 就是只有綠藻 然後呢 它的繁殖方式 藻類的部分其實千幾百萬 有很大的不一樣 但是 但是 在陸地植物 隨著不同的物種分類群的演化 海鮮植物 基本上是配植體為主 包植體為輔 到了 蕨類植物 不是兩個都還可以獨立生存 但是 包植體為主 配植體比較小 而且很不容易找到 到了 圍管處植物裡面的 螺植植物配植植物這個部分 對不起 配植體完全沒辦法獨立生存 必須依附在包子體上面生存 所以整個演化背影事實上有很大的差異 整個繁殖的方式也完全不同 還有在儲存物質的部分也是完全不一樣 儲存物質的部分 藻類基本上都是藻糖 荷藻澱粉 這些甚至帶有硫的碳水化的物 但是陸地植物來講 主要都是葡萄糖 所以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再由葡萄糖去往後變成澱粉儲存 還有剛剛有講到沒有根 還有呢養分在藻類來講直接從表面 因為它本身來講就是直接接觸碎的環境 直接每個細胞都可以進行養分的交換 養分的吸收 好 那這裡頭呢 大勢上可以區分的分類群 你可以看到大概有這些 第一個是藍綠藻 藍綠藻基本上是又把它稱之為藍綠細菌 那它是屬於原核的 海洋陸地 地面都有可以存活 那除此之外呢 下面有紅藻 荷藻 綠藻 甲藻 這些部分 紅藻 簡稱為 red algae 就是紅色的藻類 這個大部分都是海洋生長 荷藻呢 基本上它通稱就是brown algae 它也是大部分海洋的 那綠藻呢 也很簡單 就叫green algae 它淡水 海洋 陸地都有 甲藻跟窩邊毛藻呢 這其實就是比較小 通常是海洋淡水都有的一個浮游植物 這個部分是很重要的浮游植物 甚至在窩邊毛藻的部分呢 有些物種如果快速繁殖 會形成藻滑現象 甚至會有產生大量的藻毒的問題 有毒的藻類 那泛稱的藻類裡頭呢 它的形態大致上可以怎麼分 簡單的分法當然就是單細胞的藻類 再來就是單細胞連接在一起 然後呢 外面有膠質果膠層 就是果膠類的把它黏附在一起的 什麼呢 群聚型 colonies 群聚型 或者是 它屬於多細胞 那這個多細胞是有排列成直線狀的 我們稱之為絲狀藻類 譬如我們吃的髮菜 頭髮菜 這一類型的都是屬於絲狀藻類 好 那也有形成魔狀藻類 魔狀藻類 其實你們也應該都會吃到 至少應該有吃過 紫菜 不清楚了 麻煩下課自己去買完紫菜 在畫上來觀察 魔狀藻 還有一種 兩個其實 口閃上還蠻接近 但是顏色差異很大 石醇 石醇 一般在 製作 不是製作 那個 海鮮店裡頭 你剛剛講說我要煮一個海菜湯 它煮出來上面飄的綠色透明很漂亮的那種淡綠色 那個就是石醇 它就是魔狀藻類 好 那各種藻類其實 形態的差異非常大 很難去好好的歸去 那 微藻類 所以單細胞藻類 通稱為原微藻類 微藻類呢 看起來是單細胞沒有錯 但是通常來講 因為它在環境裡頭 所以它的表面會有一層所謂的果膠層存在 稱之為膠質果膠層 那也常常因為這個膠質果膠層的存在呢 它會 細胞分裂完畢之後 分離不開 如果分離不開的時候 就有可能形成群聚 所以微藻單細胞藻類 有些會形成群聚的原因在這裡 那 通常來講 單細胞藻類 這類型或群聚的 它都有鞭毛 那鞭毛的數量 鞭毛的形態 一樣跟不一樣呢 就又形成兩大分群 一個是同鞭毛 一個是異鞭毛 好 那藻類的鞭毛 我們在上次有講過了 有一個是尾鞭 一個是墜絲 兩個型態是不一樣 那大部分的 藻類在整個生活史的過程裡頭 通常會出現有鞭毛的時期 那當然呢 一樣會有另外 紅藻類跟藍綠細菌 這個被花叉叉 一般不容易找到有鞭毛類型 那沒有單細胞藻類的分類群 只有褐藻類 但是褐藻類 如果你去研究它整個生活史裡面 它是有單細胞時期的繁殖細胞 唯一在這個階段的時候呢 會出現單細胞聚鞭毛的一個階層 所以這個事實上要看到整個life cycle 就好像我們會講一個最現實的問題就是 人類到底有沒有具有鞭毛的時期 有沒有 有這個時候大家都會來 因為會問這個問題的話 表示一定有什麼階段有 基本上雄心 它的配置 所以 這個有的時候就必須要很清楚 藻類 褐藻類也是一樣 你找不到 只有在凡時階段 有 那 單細胞藻類呢 有一群的藻類還更麻煩 有葉綠素 有葉綠體 但它是阿米巴運動 就是有這種生物 你要它怎麼辦 我也不知道 它會形成胃主 它會進行阿米巴運動 所以這個看到是一個細胞 這個是一個細胞體 就 你隔了幾秒鐘來看 它會變形 它會變形 不要問我它有一個細胞病 理論上它的細胞病的成分 跟一般的食物又不一樣 跟一般的藻類又不一樣 所以它具有伸縮 變形 運動 甚至把外面的 其他的 有積物質包裹吞入的一個作用 好 那這是單細胞的一個狀況 再來呢 有沒有會形成群聚型的 這所謂的藻類形成群聚型的 那連群聚型這裡頭也會有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類型就我們剛剛所講的 外面這個是果膠層 你看那個薄薄透明那樣一片 這是果膠層 結果它細胞分裂完畢之後 這個果膠層散不開 就卡住了 所以這個已經分裂到四個細胞了 它每一個細胞還都是各自獨立的 但是外面那個球 那個果膠黏在一起 就變成一個群聚 但是如果你先強力去把它打散 或者是有任何的方法 可以把果膠層破壞 它每個細胞會繼續吹抹下去 沒有問題 那這一類型的 群聚的呢 一大部分就只是細胞分裂而不分離的 這種通常是無組織化 這種是無組織化 但是 有一些細胞 它已經有 整個形成定型群體的一個結構 像我們在講的團長 它就是每一個細胞 事實上是獨立的 但是它排列成一整個球型的結構 而且後續它的什麼呢 繁殖作用的整個流程呢 也都跟人家不一樣 它會往內熬去形成小的 環藻的群落在細胞的裡面 甚至它會走向於有性生殖 那所謂的性型群體是什麼呢 是指 你今天所形成的這個群聚 它是有特定樹木的 細胞所組成的 譬如說你今天看到這個 它甚至會形成這個所謂的 柵棗 它左右兩邊的細胞 有特別特殊的邊茅 但中間兩個細胞沒有 會甚至有分化的產生 這個是一個定型群體 都是以四細胞為主 所以定型群體基本上來講 指的就是你每一個群落 有固定的形狀 固定的細胞樹木 那為什麼要形成這樣的結構呢 被推測可能跟 細胞在水域環境裡頭的浮力有關 也有人推測呢 是它的自我保護的能力 因為你越大的時候呢 比較不容易被 其他生物做為什麼呢 食物 好 那定型群體裡面的 這個極致呢 大致上是這個所謂的團藻 團藻呢 甚至是五百個細胞到五千個性胞 形成一個群落 然後它會整個形成球形 細胞所有的就黏附在這個球形的表面 排列組成 最大可以到達1.5mm 1.5公里 事實上來講已經到肉眼可以看的階段 所以你們在後面的觀察裡頭 如果看到團藻 直接對著光線看 你就可以看到團藻 如果其實都可以不用放到什麼 寫文印下面看 就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那一般呢 這種藻類呢 都有我們剛剛講的 這所謂的果膠層 膠質果膠層的外套 或外皮 外圍這樣的結構 那這個膠質果膠層呢 就會有保護的功能 但是也限制了細胞的一個分離 好 那當然這種群聚型的在海洋跟陸地都可以找得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團藻 而且團藻已經特化到呢 它裡面會凹陷進去 是形成小的團藻 小的團藻等它原來的團藻呢 老化死亡之後 它會釋放出來 形成每一個獨立的新的團藻 那絲狀藻類呢 絲狀藻類的種類也非常多 比如說你們今天到外面去點 所謂的三絲碗 三絲碗裡面有一些黑色絲狀的結構 那個事實上是藻類 這所謂頭髮菜 它就是屬於這種絲狀的藻類 那絲狀的藻類裡面如果去區分的話 你可以分成沒有分支的絲狀藻類 就是從頭到尾 基本上就是單一沒有任何分支的 比如說螺旋藻就是這類型 那有分支的藻類呢 當然就更複雜 那這有分支的藻類裡頭呢 又可以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 一種是分支跟原來的結構呢 會有細胞大小結構的一個差異 就好像我現在有一個主幹 有一個側分支 就是側分支跟主幹不一樣 這種稱之為異分支型 Petrochoccus 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它的原分支跟心得分支 有大小形態差異的差異 那有沒有完全沒有的 也有 那魔杖藻類呢 一般魔杖藻類都是屬於比較大型的藻類 這是比較有趣 譬如說我們在吃的海菜 這就是所謂的石唇 你看那個淡綠色很漂亮 那台灣來講呢 都還是靠人力直接到海邊的石頭上去採集 然後吃的時候當然要把它洗得很乾 一般有一些沙土 那有很多的料理的方式 包括煮湯 包括什麼呢 煮湯或者是跟一些相關的海鮮料理 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一些勾芡的食物 或者是甚至把它壓乾 如果不相信的話 回去買一包日本 不在日本 韓國的沿海苔 鹽死的鹽 你把它煎不要吃 你剛一打開就把它全部吃掉 你拿一小塊來泡水 你看它的顏色是紫的還是綠的 一般來講這個是綠的 跟我們在吃的紫菜 其實完全不同的分類群 那個是屬於紅藻 所以魔杖藻類呢 其實有很多 比如說這是綠藻類的 這個是荷藻類的 甚至我們在吃的所謂的海帶 就是屬於它 那也非常多 在整個海洋 潛海環境裡頭 它是非常重要的生產者 我們在加州外還看到 那個所謂的巨藻生理 它也是屬於荷藻類 好 那生態上的重要性呢 藻類過度繁殖 其實就形成赤草 藻類在一些特定惡劣環境可以存活 比如說溫泉 甚至藍綠藻還是長得起來 比如說在加州外海形成了 Curb Forest 每一個都非常的大 可以長到五六十公尺以上的長度 藻藻 甚至不小心 如果千尾元到這裡有時候會被殘繞 沒辦法上來 那海藻生理Curb Forest 就是這種大型的 藻藻所形成的環境 那沿岸的一個生態系呢 有其重要性 還有呢 現在很多的藻類 是海洋農業最大最大的一個 什麼呢 蜘蛛 好 赤草 這個問題很多 這個我也不敢跟你講什麼 因為長每年就會發生 而且發生的菌 那個什麼 藻類的種類都不同 比如說那一張圖裡頭 你哪裡有看到 藻花現象 事實上在這邊緣的地方 你有沒有看到 顏色跟它完全不一樣 形成的那種土黃色 甚至有點帶綠的 其他土水其實比較偏綠色 這些都是什麼呢 岸邊 大量的浮游藻類快速生長 所造成的問題 那如果今天再持續的增多 由外帶物種侵入 這整塊的地方搞不好都會不保 那在溫泉裡頭呢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沒有吧 在美國的一些國家溫泉裡頭 這些溫泉裡面 在這個部分 可以找到不同的藍綠細菌 第一個它可以耐熱 因為溫泉的溫度稍高 再來呢 這些藻類 它可以利用 整個熱泉所出來的 相關的一些什麼呢 礦物質 然後它接受光能 它可以順利的在這裡完成 整個繁殖的過程 所以在很多地方 可能考慮是找不到的 一樣都有 這間溫泉裡頭 或者譬如說在海藻森林 海藻森林呢 可怕的地方就是 因為它的褐藻 長得非常的密密麻麻 它的各個分支 事實上 生長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如果在沿水到下方去 通常會有幾個風險 第一個就是呢 因為太黑 你會搞不清楚方向 第二個就是 不小心被殘繞住之後 你的設備會被殘繞住之後 常常會在這個區塊裡出現 什麼呢 危險的狀況 甚至有人死亡 那海藻森林這樣一高 可能就是三五十公尺 甚至七十公尺以上 所以它每一層 其實它的光線都被遮蔽完畢 所以到下層 其實光線量是很低的 包括 其他的藻類 在它上方的 反光能給用掉 剩下它自己用掉 之外呢 對不起 沒有辦法提供其他的生物 就是五光化學反應的一個需求的光能 那甚至呢 藻類會形成這種很特有 這是Arelona的Solec 岩湖層 這岩湖 對不起 那這個岩湖呢 它裡面甚至一樣會有藍綠菌生長起來 比如之前看到的黃色 紅色 這里頭其實都是藍綠菌過量繁殖所形成的特有的現象 而且這個地方是Solec 岩湖 所以它事實上岩的濃度比我們一般 海水的岩的濃度高非常非常的多 結果這些藻類一樣可以在這麼高嚴度的環境底下存活下來 我們都很好奇說它為什麼沒有細胞質直接脫水 它一樣存活下來 一樣可以繼續生長 所以表示它有它的特殊性的存在 那海洋農業的部分呢 有很多 早期在我們海小的時候呢 甚至還有推出所謂的小林海藻煎餅 我們剛才都沒有聽過對不對 不用懷疑 小林煎餅以前有出過一次海高口味 用綠藻 去做 它現在只是撒一點粉在上面 以前真的有綠藻整個都裡面都是 有一點點吃起來有一點點腥味但還蠻好吃的 它以前就是綠球藻 台灣藻其實是全世界很重要的藻類工業生產的一個重症 現在已經不是要先強調 綠球藻 或叫小球藻 你們偶爾可能開電視工舞台可能會看到 你也沒事去看那個 五十九台還六十台吧 某個時段就會出現 前陣子比較紅的叫遠東生計 就是專門在賣這個 那這個綠球藻呢 它基本上分裂的速度非常快 時間之內就可以大量的得到它生物量 那當然這個部分比較麻煩是 他們要去我們吃的都是找定一顆一顆的 那它怎麼做 它第一個必須要先做離心 把大部分的水甩掉 再來呢 再去乾燥 乾燥的方法有不一樣 每一個系統每一個方法不一樣 有些是直接利用噴霧 讓它乾燥 那有些是把它變成緩慢的乾燥 不太一樣 好 那其他的像這邊 那其他的像這邊 譬如說 黏珠藻 譬如說呢 螺旋藻 這些有些都可以變成 第一個人吃 或者作為魚類的 微藻類可以作為魚類的食物來源 那整個藻類來講呢 綠藻 褐藻 紅藻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繁殖的方式 不是說這三個分類群 這是藻類裡頭最主要的三個分類群 裡面可以點出來的各種繁殖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營養體繁殖或是斷裂繁殖 植物的藻類的每一個細胞都是全能性的 一般來講藻類的每個細胞都是全能性的 所以這個地方呢 你斷裂 它不會死掉 它到一個穩定的地方 如果它可以再富足 它就可以繼續生長 所以斷裂繁殖會是這些磨狀藻 絲狀藻很重要的繁殖階段 等於是一部分從原來的原液體斷裂脫離之後 它會因為細胞機能的一個全能性呢 它可以再發展成一個新的原液體 那單細胞藻類呢 這裡頭就更簡單啊 一個有失分裂把它丟一個變兩個 就這樣子 它更簡單 好 那如果走這樣的營養體的繁殖呢 它所有的子袋 它的遺傳性狀實際上都是一樣的 都是沒有變化的 那再來呢 無性繁殖 它有些是會透過特定細胞進行的 那這個特定特殊的細胞呢 一般來講就稱之為sport 孢子 好 那孢子呢 製造出來之後 孢子呢 破裂打開 孢子散發出去 到了適當的環境底下 它就開始進行有失分裂 去產生新的原液體 那這個孢子呢 有可能是二倍體 有可能是單倍體 剛剛講過了 有可能有些是具有移動能力的 我們稱之為sport 永動包子 有些是完全靜止不動的 譬如說藻類裡頭就有很多 都是屬於這類型的 它所形成的包子是完全不動的 稱之為靜包子 或稱為不動包子 那如果有一些呢 是特定 譬如說 某一些 生物它 兩個配子 直接融合完畢之後 形成盒子 那這個盒子 它外面會形成一個很厚的外殼 然後呢 就在裡面 形成休眠的狀況 這個時候 會把它稱之為 休眠包子 休眠包子 它可以維持非常大的一段時間 等到環境適合的時候呢 它會受到環境的刺激 再變成繼續形成新的原液體的一個過程 所以這種休眠包子呢 其實也是一個 渡過惡劣環境 所需要的一個角色 那 所有的子帶在這上面之前呢 不管你是 單細胞一分為二 或者是形成特定的過程 這些的通通都是 清本跟子帶是一模一樣的 沒有一串變化 那譬如說這是鋼毛掌 你看到那顆一顆散出來的 那個全部是它的 可以具有運動能力的什麼 永動包子 好 那 永動包子呢 好 好吧 投一下 這個電腦又沒辦法破 它事實上來講呢 這個是它的包子拿 它開始成熟之後 會破裂 前端破裂 然後具有運動能力 具有邊毛的 包子呢 就散發出去 然後到適當的條件底下呢 它就會開始進行附著 然後呢 開始進行有失分裂 去產生新的 什麼 原液體 那淨包子是什麼呢 沒有具移動能力的 譬如說我們在講的 紅糟裡頭的紫菜 就是這個樣子 自己要繁殖也就算了 譬如說這上方 這個是它的原液體 上方邊緣形成的包子囊 然後 底面的細胞 就進行 什麼呢 減速分裂 就形成了 一個一個的包子 那這個包子呢 它沒有邊毛 它不具有運動的能力 它從這些包子囊 散發出來之後 就完全的水水漂流 到適當的地方 它就附著 再形成一個 經過有 大量的 有性繁殖呢 就產生一個新的個體出來 所以我們在吃的紫菜 就是這種類型 那有性生殖的部分呢 當然 最基本的就是 雌、雄、結合的 那當然 既然叫做有性生殖 就一定是有 兩兩結合的現象 那這裡頭呢 當然一樣有特化的細胞 這個特化的細胞 我們稱之為 GAMET配值 那這裡頭的配值 理論上都要把遺傳物質降低到一半 然後再跟另外一個配值結合 再恢復到百分之百 所以所有的配值 有性繁殖的配值 都是單被體 而且呢 它必須要跟其他另外一個配值 融合 好 那在藻類裡頭呢 配值可能是具有運動能力的 也可能是沒有運動能力的 所以它有些配值是具有邊毛可運動 有些是沒有的 好 那在這裡頭配值的形態 通則裡面呢 我們去看 大小形狀兩個一模一樣的 我們稱之為ISOGAMET 同配 比如說磁純就是這類型的 它散出來的配值 兩個的大小形狀 邊毛的數量 通通都是相同的 那 當它釋放出來 包括熊配值 磁配值呢 在水的環境裡頭 互相配對 結合 它就變回到二倍體 再往下去走 好 那 同樣的呢 在藻類裡頭 隨著物種的演化 它也開始出現 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 譬如說 今天在 藻類裡頭呢 這種 特定的 特藻類裡頭 它就會形成什麼呢 配值大小形狀不一樣的現象 我們稱之為異配 那通常來講 我們在講的異配 石油 認定是 大小形狀 條件不同 所以在這裡頭呢 它一樣是釋放到外界環境 一樣是互相什麼呢 配對 再結合 但是最麻煩的一種是這種所謂的軟配 軟配就很清楚 那個軟是不動的 精子要去找它 或配子要去找它 熊配要去找它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稱之為軟配 好 那再把它縮小來看 同配、異配跟軟配 一般來講 同配它的兩個配子的大小形狀 跟移動能力都是相同的 只是一個是正一個是負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時候呢 它們就順利的配對結合 產生第一個 二倍體的細胞 如果環境不要太惡劣 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它就進行什麼呢 有失分裂 再產生二、四、六、八個不同的個體 那異配是什麼呢 事實上兩個配子還是都具有移動的能力 但是大小已經差別出來了 那軟配就很清楚的 軟在原來的構造裡頭 稱之為長軟系 是不動的 它不會出去進行運動 去進行什麼呢 配對的動作 但是熊配子 精子的部分呢 還是保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小的 具有移動能力的熊性的配子呢 會存在 大型不具有運動能力的配子呢 是不存 是屬於軟 所以這兩個就區分開來 那我們稍微把這個名詞都先解釋一下 配子是什麼 單套的細胞 可以跟其他的細胞產生融合 這所謂的配子 來形成兩倍體的第一個細胞 我們稱之為核子 那包子是什麼 包子基本上來講 可能是二倍的 可能是單倍的 但是他蒙發的階段 是不用先跟其他的個體結合 他就是二倍體 就一直維持在二倍體 四倍體 就一直維持在四倍體 到他退休為止 那核子是什麼呢 核子基本上來講 就是雌熊配子 結合完畢 所形成的第一個受精暖 這種稱之為核子 這種稱之為核子 藻類的生活史裡面呢 他的life cycle其實是很麻煩的 各種生物這種階段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呢 在整個life cycle裡面 他的形態的改變 他的細胞學的改變呢 其實在這整個 我們後面要講的部分 會是非常重要 因為他細胞整個 周期 他的整個個體的一個生活史呢 生命史呢 其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通常來講呢 他會是有單細胞的階段 單細胞的包子或配子來連結 單細胞的包子指的是無性繁殖的部分 配子指的是有性繁殖的部分 然後呢 通常來講 他有 應該是只有單一時期 有些是兩個時期 甚至有些討厭到有三個時期 我們一般來講 在講植物的 conciliation of generation是兩個時期 就是單背體二背體這樣的交換 但是呢 在藻類裡頭 他有那種二N時期 又還是二N時期 然後再N時期 有兩個二N時期 然後一個N時期的 這種背景 會成了三個世代的階段 好 那最簡單當然就是這張圖啊 這個裡面從小到大生物學 念那麼多了 應該我不用再講太多了 好 配子體 Gamethophyte 單套多細胞的時期 只有單套的基因組 但是是多細胞的 經由減數分 對不起 不能再減數了 經由有失分裂產生配子 有失分裂產生配子 然後呢 跟另外一個配子結合 產生受精作用 形成核子 核子呢 開始進行有失分裂 形成多細胞的包子體 所以包子體指的是 兩套遺傳物質的多細胞時期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這樣的構造 包子體裡面的特化的部分 進行減數分裂 減數分裂完畢之後 它會釋放出 單細胞的結構 這個時候它走的 不是有性增值 它單套的 單套的這個包子呢 會直接萌發 經由有失分裂 再去產生單套的 多細胞配子體 所以它是一個連接 包括了配子 包括了包子 它們連接 把兩個多細胞時期連接起來 好啦 但是有些就很麻煩 其他時期變短了 怎麼說呢 在整個生活時裡頭 整個生命時裡頭呢 最常見的就是二倍體的時期 那怎麼之後可以看到 三倍體的時期呢 只有在它減數分裂 減數分裂之後 產生單細胞 而這個單細胞 單套染色體 就直接形成配子 所以這個時候 就直接配子結合 再形成核子 就又回到二倍體的時期 這個一般來講 聽起來好像是人啊 母動物啊 動物這類型的種種 藻類一樣有這種 所以呢 你所有看到的連接的點就是配子 只有在配子 形成的過程 有單細胞的時期 它缺少了那個 單套的包子 去形成配子體這個階段 所以呢 你所看到的所有的階層 多細胞時期或單細胞時期 其實都是什麼 二倍體的細胞 好 那 所有這類型的 在藻類裡頭 就還是有 那有些是什麼呢 所有存在的都是單套的 藍色體的多細胞 或整個主要的時期 所以它的原液體的部分 全部都是單套的 藍色體 只有在某個階段 會形成什麼呢 單細胞兩者結合形成核子 但是核子就直接又減速分子列 它走的是核子減速分列那個部分 所以你只會看到二倍體的細胞 就只有在那個核子的階段 就直接減速分列再散出去 所以只有在什麼呢 核子才有二倍體時期 整個生活時裡頭 大部分 絕大多數都是單倍體的原液體 所以成熟的原液體都是單倍體的 那減速分列 就只有在核子形成之後 連續的就是減速分列 好 那當然有這種兩個時期的 這大概是我們在講植物裡頭最常講的 就是 兩套染色體的多細胞磁型的包子體 有特定的構造產生減速分裂 減速分裂形成單套的 染色體的單細胞的什麼呢 包子 包子經由萌發有失分裂 產生多細胞單套的 包子的配子體 然後配子體呢 有些有分性別 有些沒有 再去形成 配子 好 兩個配子 再結合起來 形成核子 核子再進行有失分裂 形成多細胞 兩套染色體的 兩套遺傳物質的包子體 所以 你會看到多細胞的實體 是有配子體 有包子體 然後中間是由配子 跟什麼呢 包子去連結 那具有這樣的類型的 我們稱之為什麼 Aternation of Generation 這你們應該都知道了 世代交替 好 那在這裡頭呢 單純 這個多細胞的 包子體 跟多細胞的配子體 如果外部形狀是一模一樣的 它有一個特定的名詞 叫做Isomorphic Iso這個 字首的意思就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你們看到很多什麼認證 什麼Iso 那個基本上就是同的意思 Morphic是形態的意思 所以稱之為同的 或同形態 那指的就是包子體跟配子體 外表形態一模一樣 那有些 像蕨類植物 就我們講過頭了 有些藻類植物也一樣 它的包子體跟配子體 外部形狀是不同的 稱之為Hedromorphic Hedromorphic 這個是異形的意思 那譬如說我們所吃的那個海帶 Mondinaria 這個就是異形的 什麼呢 包子體跟配子體 那這種單套 二套的生活史裡頭呢 只要都可以找到多被 多細胞的包子體跟多細胞的配子體 基本上來講 這樣具有兩個時期的 就稱之為Ateration of Generation 這我想你們就都知道了 這個在一般的課本都有講過 尤其在陸地植物一定有這樣的特徵 那當他有講過了 isomorphic跟Hedromorphic 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是 isomorphic 然後他 整個life cycle 就稱之為 isomorphic Ateration of Generation 那異形的 當然就Hedromorphic 的什麼呢 Ateration of Generation 這其實比較簡單 那 藻類 可以做為什麼用途 其實你的每天的食衣住進去 搞不好都有 你都不知道了 當然第一個食物 現在當然因為食品工業的發展 有很多替代的東西出來 但是在早期來講呢 藻類其實有很多是可以拿來做人類食物的 就像最簡單我們都不要去改變它任何的東西 你吃的海帶 你吃的紫菜 你吃的食唇 你吃的什麼呢 想一想還有什麼 你們有沒有吃過海葡萄 看過聽過還是不知道 有知道這個東西 那個都是直接拿來吃的 除此之外 很多的萃取物會是食品添加 早期賣當勞 有一個東西叫奶昔 聽過後來現在不賣 沒了嗎 你客氣對不對 好好吃 你知道它怎麼打成那個賭狀 那個基本上來講就是用喝到膠去拿 或者你們今天有沒有吃過小時候 那樣一碗 河澀的倒出來一個邊緣 在冰瓜旁邊 我們叫做什麼 菜眼 洋菜椒 這個也是河澡去練出來 所以這類型其實我們很早都拿來吃 除此之外 藻類是很重要的食量 不只餵牛餵養 還有餵魚 一般你如果在某些小型的繁殖場 不管魚苗蝦苗 因為這些本身來講 在它剛孵化的時候 常常所需要的是浮游生物 浮游生物比較安全的 第一個當然就是什麼 這些浮游藻類 所以呢很多飼料其實是可以拿來 用藻類拿來作為飼料使用 好 那那個水狀的膠體 比如說我們在講的核藻澱粉 或者是所謂的卡拉椒這類型的東西呢 它有很多是重要的化學物質 在現在化學工業還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早期如果你要黏磁磚 你都會到那個原料行裡頭去買一個叫做羊菜粉 羊菜粉加進去之後攪拌 你的羊菜粉跟水泥的比例用的對或不對 就會影響到你磁磚的黏著度 當然現在的通工減掉 你會發現常常那個磁磚 莫名其妙就爆起 我們需要這個不是啦 你不用說它那個會掉進來 那是因為鹽分太重 當時這些藻類的萃取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來源 還有肥料 藻類大型的藻類撈起來之後 讓它分解腐敗 可以作為土壤各種的重要的什麼呢 養分的來源 尤其是甚至在一些什麼 水稻田裡頭照 其實水稻田是不用施肥的 因為會有一個東西飄在上面叫滿漿紅 它事實上是種水蕨類 但它裡面有什麼 它是一種共生的 裡面有人都是頭 念珠藻在裡面 念珠藻會大量的進行固氮作用 產生氮肥 等到滿漿紅死掉之後 下來就變成水稻田裡頭 有一個重要的蛋元素 那當然這又可以作為肥料的一個來源 好 那它的潛在潛力有很多 它經由分解之後呢 可以產生一些小型的化學物質 用高溫方法分解 還有呢 它會是能量 會是堆肥的一個來源 能量的來源呢 像早期一段時間都在研究細藻 因為它會形成紫 Vipid 油滴 所以被認為有機會成為 未來的什麼的柴油的來源 那藻類其實上也是很重要的 污水處理的一個過程 一個混合的微生物 除此之外 當然有很多小型的生物化學的物質呢 可以從裡面拿到 甚至現在被認為核藻礁 可以作為HPV的 疫苗 HPV知道是什麼齁 人類乳土壯令乳 我們不小心染到的話 事實上來講 可能會誘發女性子宮頸癌這些部分 但是如果講白一點的話 其實你身上如果今天免疫不好 有時候會產生什麼 皮狀泡的 我們稱之為皮死的那幾都是 那這些東西有些可以作為藥物 有些可以作為相關的一些阻劑 好 那告訴你有沒有 現在直接可以拿來用的 現在所知道每年藻類的產值 已經在使用的 大約是60億美金 你們自己去看看多少錢 這個未來的算 然後呢 整個市場其實有很大的部分 是在亞洲 生產基地也在亞洲 但是這幾年慢慢有點偏低 因為大家都開始學技術 大家都想要賺錢 非洲也開始在弄 哪裡也在弄 然後呢 海洋 農業 越來越重要 除此之外呢 現在高價值的 譬如說像我們在吃的紫菜 昆布 還有一種叫洛芽 洛芽我比較難解釋 在日本料理裡頭有一些 比較小小一根一根的 拿來弄 味道也跟他們的 昆布弄得很像那種味道 那稱之為洛芽 基本上這些都是已經直接菜吃的 洛芽基本上是什麼呢 裙袋菜 紫菜海帶跟裙袋菜這三種 這個其實大量在生產 那我們這邊 譬如說澎湖 事實上也有在想 澎湖的水市所也在想辦法 積極輔導漁民呢 可以開始利用海洋農場的概念去生產 他有些品質現在做得不錯 那日本市場 不是歐洲市場 看起來不大 但歐洲市場其實是非常有潛力的 但是歐洲市場比較難打進去 為什麼 因為他們有很多很多的規範 譬如說我們在講的 在屏東的遠東生計 他事實上原來就是一個日本人投資的 藻類生產基地 他生產的包括了 小球藻跟螺旋藻 那他當時為了想辦法變成 全世界可以銷售的對象 他還為了 銷歐洲去通過歐盟的認證 所以他是走所謂的有機生產 那這個部分呢 他們說現在已經賣到根本來不及賣 然後甚至他們跟所謂的異業結合 跟什麼電視購物結合完畢之後 有一段時間他們說 你根本不要跟我 我們根本沒貨 真的就是這樣的情形 因為這種東西就是說 你如果做的好品質夠好的話 其實是不從賣不出去 甚至他們有一段時間做什麼 有進實驗室的同學應該知道 冷凝光很重要對不對 如果有做生化反應 有一些需要用冷凝光的東西去標誌 讓他表現出來 譬如說我們現在做DNA定區 也基本上都是用冷凝光的方式 好 那 那 這家公司他有一段時間 專門就是在培養紫菜 你會覺得紫菜很便宜 他為什麼要培養紫菜 他必須想辦法讓他用 他們的整套系統 不經由外界的環境 可以去穩定的生產紫菜 然後去萃取他裡面的螢光蛋白 他就跟我開玩笑說 他們那時候做的像小小硬管 送到美國的BD 他們是BD的備場 這樣美國的大公司就是說 他有一個正式的生產場 有一個如果正式生產場不夠的話 他會要替代的場 他們那時候是作為BD的備場 他說將一支送過去 5萬美金、10萬美金 但是因為真的很不好做 那他們對他來講 他們就是說這個市場其實很大 只是說你要不要投入去什麼呢 經營去研究 好 那圍藻類更多 圍藻類基本上魚類的食料 就是說我們在海洋的牧場概念 養殖 水產養殖的概念裡頭 這個部分是不可或缺的 你不能老是用外來商業的食料 當然外來商業食料可能 什麼呢 效果還不錯 但是你要考量成本 你要考量相關的部分 尤其是 一些小剛孵化的魚苗 或者是蝦苗 在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變得很重要 比如說圍藻的一個養殖 如何變成一個浮游生物 變成他們什麼呢 取食的對象 那污水主義剛剛講過 還有所謂的一些 化學物跟萃取物的一個產生 還有一些人的食物的一個來源 好到這邊問題